主料,茄子500克,辅量,油,盐,蒜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先把准备好的茄子去皮洗干净,用刀把茄子两头先切掉,把茄子切成薄薄的片,用刀再切好的茄子薄片上划上几刀,在盘子中倒入少量的酱油,用筷子夹着茄子偏盏一下酱油,在炒勺中加入适量的油, 把蘸有酱油的茄子放入炒勺中过油煎一下,按上数步骤把茄子都过油炸过捞在盘子中,准备好几拌蒜,把蒜煎成薄片,把捞出的茄子重新倒入炒勺中翻炒一下,加入少许盐在炒勺中,茄子出锅前把蒜拌倒入炒勺中,即可盛入盘子中实用,烹饪技巧,茄子一定要配上蒜拌才好吃, 所以出国之前一定要加入少量的蒜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